109年11月4日營運以來 有八個車站發生十次爆裂 都是由大陸工程來承包承軟的 整個包裹式的機械領帶整個比例來長大 接近13左右 上個忍受 18個月發生4期 見你說上個忍受 對 台中人聽不下去你這樣講 好像這個問題 為什麼它會延長跑步一年 為什麼 因為確實這個比例上有變高 那你為什麼只要求運年 好像已經變三年了 那三年確實是說在整個熱界來看 玻璃會爆裂這個狀況 大陸工程是在事前知道 台師都知道 如果事前知道他還把它裝上去啊 那是不是惡性重大 所以我沒了 要不要要求 把保護騎車往後延 至少延到五年了好不好 如果可以怎麼或者 人家非常非常 ski 是嗎